大家好 我是茉莉芬芳 有一个人竟然带走了超过一万名的婴儿尸体 法师教超度婴龄的方法 他的名字叫宋福福 是一个越南的普通人 他的经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却令人佩服又起敬 在越南庆河省的滨海城市牙庄里 就有一位相当传奇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宋福福 过去的23年间 宋福福以自身的力量救了超过一百名婴孩 这一切都从2001年开始说起 当年宋福福的妻子刚怀孕 她陪同太太去做产检时 注意到有许多怀孕的妇女走入医院后 不是走到产检的房间 而是选择前往另一个房间 亲眼目睹了多次这样的状况后 宋福福才得知那些妇女都是来堕胎的 许多年轻孕妇爱与家计环境 或是无法向外人言说的原因 不得不选择拿掉孩子 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属于中后孕期 并且也知道堕胎手术会造成相当高的生命危险 但仍然决定要堕胎 有一天她看到一辆满载着死亡婴儿的车经过时 被彻底的震撼了 这些无法来到世界的小生命 让宋福福心痛 她决定为他们做点事情 宋福福询问医院说 自己能否把已经成型 却被拿掉的胎儿们带走 在她强烈的要求下 医院同意了她的请求 身为建筑工人的宋福福 她不顾家人反对 请尽自己的财产 购买了一小片山地 作为死去孩子的墓地 用毕生积蓄 买下了衙装一座山前的小空地 把这里当做那些堕胎婴儿的坟场 一开始 她的妻子觉得她疯了 自己的孩子还照顾不来 却要去管那么多 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孩子 但是宋福福始终不肯放弃这个计划 她希望透过这样的举动 能够给这些小生命 获得最基本的尊重 这一座就是23年 而宋福福也在这里 埋葬了超过一万名宝宝 从开始埋葬孩子之后 宋福福体悟到 她最终希望的 并非只是让婴儿们安息 而更想在这些婴儿被堕胎前 就拯救他们 可见的宋福福 为了挽救更多活的生命 他尽量去说服那些 想打胎的父母 请这些父母们 能够愿意在孩子出生后 先送到他那里帮着抚养 直到孩子的父母 有抚养能力的时候 再把孩子接回去 宋福福的名声 渐渐传了开来 开始有一些未婚妈妈或孕妇 找上他寻求协助 希望他能够帮忙 拯救肚子里的小生命 宋福福答应了他们的愿望 他从一个墓地看守者 变成了一个孤儿受养人 他领养了那些母亲 因为生计无法抚养的孩子 等到妈妈有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后 再让他们接回小孩 这个地方从墓地 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托育中心 也是超过了100名孩子的家 常因为孩子的数量太多 宋福福无法一一记住 后来实在记不住名字 宋福福竟然就给每位孩子编号来识别 抚养这么多孩子 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 但宋福福却乐在其中 这些孩子对他而言 并不只是别人的一个临时寄托 反而更像是他的亲身骨肉 他宁愿自己吃苦挨饿 也不愿意见到一位母亲 因为无力抚养等原因 拿掉自己的孩子 有人问宋福福 他打算坚持到什么时候 他回答说 我会持续这个行动 直到我活着的最后一口气 希望我走后 我的孩子也能够继续帮助别人 对现在里头的100多名的孩子来说 宋福福就是他们最亲近 最敬爱的父亲 宋福福的行为 不只改变了这些孩童的一生 他的精神也影响了许多人 这几年来当地也成立不少私人孤儿院 收容那些无处可去的孩童 如今的宋福福已经头发花白 他不是大款 也不是名人 更不是明星 也不需要用离婚或绯闻来积累财富 他只是一个普通没钱的人 却只是为了别人好 为了他人入土为安 一直默默的在座 宋福福的善心善行 光芒万丈感动天地 法师教超度英灵的方法 堕胎的爸爸别太高兴 英灵同样会找上你 你堕过胎吗 可知堕胎会让你 事事不顺 财运不好 事业失败吗 一般妇女怀孕 20到45天左右 胎心就会注入 所谓胎心 就是胎儿的神事 所以严格来说 从那个时候起 一个新的生命就已经存在了 被堕胎之婴儿会去哪里呢 准备投胎到人道的众生 在地府第十殿里等候轮回 轮回门一开就纷纷离去 进入娘胎后 如果被剁掉 那么她既到不了阳间 也回不去阴间 因为在阴间里 她已经是出入境手续办过了 就等于是出来了 但是最后又到不了阳间 两边找不了头啊 成了名副其实的孤魂野鬼 没地方去 没有人管了 非常的可怜 在你决定把她剁掉后 可怜的阴灵们 就已无家可归了 他们只能在人世间游荡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又冷又饿 还备受那些孤魂野鬼的欺负 因为他们太小了 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就这样游荡着 煎熬着 长大 0到6年这期间 直到3年之后 他们开始懂事了 也就是3到6年这段时间 他们会找到自己的父母 日夜依附在父母身边 进而有所要求 寻求父母的呵护 与温暖 但我们并不知道 有这一回事 6到12年这期间 是最顽皮捣蛋的时期 他们因为长久 得不到父母的弥补 便产生了怨气 在家中搞破坏 比如 家里会发出 莫名其妙的 叮叮咚咚撞击声 会欺负自己的幼小弟妹 让幼小的弟妹 无缘无故地哭闹不止 破坏父母之间的感情 让父母争吵 直至父母感情破裂 12至16年这期间 最容易阻挡父母的财运 英灵会在父母前往道观 寺庙参拜时 跟随前往 并处处伸冤 使父母无法得到 神佛的庇佑 造成很多父母无形中 得病痛 也阻碍父母 事业上的发展 严重阻挡财路 英灵会不择手段的报复 将自己杀害的父母 多生累劫 才能想要脱胎 得一个人生 犹如 豌豆撒币 盲规直抚目 那么难 可见 那些被剁掉的英灵 他们的哀怨 有多么的深重啊 古时候 是男人 杀人多 因为要上战场打仗 现在 是女人 杀人多 因为要堕胎 事实上 无论堕胎的 男人 女人 都是共业者 通常情况下 如果被剁的是男孩 则会纠缠母亲 如果是女孩 则会纠缠父亲 而且 英灵还会随着时间 慢慢地长大 他们报复 父母的能力 也会越来越强大 被剁掉之婴儿 缘分好的 有可能被超赌 但是 又有多少婴灵 并未被超赌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的婴灵 真的非常可怜 来报恩的婴灵说 等了三百年 才等到了 与母亲的缘分 却被残忍地剁掉了 这样的遭遇 实在令人心酸 堕胎的父亲 有罪吗 堕胎母亲 从科学的角度讲 对母亲的身心 有极大的伤害 而且罪过很大 现在没良心的男人 很多 背叛自己的妻子 跑到外面 找情人 邪淫 或年轻人 偷偿禁果 在邪淫的结果 怀孕了 然后开始害怕了 就千方百计 脸哄带骗的 要笨女人去堕胎 许多男人 幸灾乐祸地 觉得自己没有罪 但堕胎婴儿的父亲 真的没有罪吗 错了 当然同样有 杀儿女的罪过 而且比母亲的罪还重 杀儿女的罪 再加上 伤害别人爱心的罪 她的罪太大太重了 指使去堕胎的父亲 会堕入金刚地狱的 佛也无法救 指使堕胎的父亲 婴儿 今世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堕胎以后 会事事不顺利 你的福报 慢慢往下走 最后 说不定 家破人亡 因果报应 绝对跑不掉的 那么 如果遇到 阴灵业长 究竟要怎样去超渡呢 超渡阴灵的五个步骤 一 道歉 即忏悔 二 沟通 即供养 三 讲极乐世界的故事 让他们生起 向往的心 四 信受奉行 地藏经 佛说常受灭罪 护诸童子 陀罗尼经等 五 发大愿 做大功德 回向给菩萨做主 以利益 众生 请菩萨帮忙带走孩子 并做安排 以上五个步骤 看似容易 但若是要做好 全都不容易 第一 道歉 即忏悔 首先要明白 自己犯的过错 堕胎 一般是由于 邪淫 和忽视 生命造成的 要有针对性的 进行忏悔 但由于 对方是小孩子 如果看到母亲 歇斯底里的 大哭大叫 或是打自己 一定会吓到他们的 所以不可 以这种方式来道歉 只能像讲故事一样的 把自己过去 做的种种事 讲述出来 向孩子解释 为什么当时 没有咬他 要忏悔自己的无知 要忏悔自己的狠心 如此慢慢地软化 孩子对你称恨的怨念 二 沟通和供养 沟通和供养 这个供养呢 一般是针对三宝而言 但我暂时也想不出 比这个更合适的词语 只好暂时使用 在此贴个 其他佛友的做法 大家可以学学如何 和英灵沟通 及供养 怎样供养英灵 今天跟我妈妈聊天 发现我妈妈心脏病 还没全好 妈妈很精进念地藏经 一个半月能念 一百步 天天都在家 忏悔磕头的 估计是堕胎的问题 我就试着找 明健师傅 看看我妈妈 堕胎的两个胎儿 走了没有 明健师傅 很快回答说 没有 都在我预料中 妈妈念地藏经不如法 我在旁边听 有诗都听不懂 读得很快 估计回向方法也不对 但是我以前不懂 这还不是关键 明健师傅说 英灵要供养 才会慢慢去掉 诚恨心 才会自动离开 下面是师傅教我妈妈的 供养英灵的方法 写出来 方便学习 我们在吃饭时 先盛出两个小碟 搁在边上 然后我们吃 吃完了后说 大宝二宝 你们吃不下 妈妈替你们吃吧 喝水也一样 买小孩子爱玩的玩具 放在床上 叫他玩 睡前说故事 给小孩子们听 和他们交流心理话 向他们解释一下 当年为什么 不要他们的原因 有时回到家了 和他们说说话 比如今天干了什么 和什么人见面了 工作遇到了什么麻烦了 有什么开心的事 分享一下 让他们体会到 原来妈妈是关心我们的 爱我们的 心慢慢的就会软化了 孩子嘛 就是要哄的 还有 就是英灵被超度后 要发心悔改 要不 英灵还是会回来的 这是会唱师父教的 三 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 让他们生起向往的心 在和孩子进行沟通 供养以后 做母亲的 能感觉到孩子 心呢 到底是否已经愿意 原谅你了 做母亲的心里 会清楚明白 当你感觉到 孩子已经开始原谅你了 从原来的恨 转成爱的时候 你就可以向他讲述 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 让他们生起向往的心 这样的话 他们自己有这个愿力 将来超度他们 会更容易一些 四 信受奉行地藏经 和佛说常受灭罪 护诸童子 陀罗尼经 佛说常受灭罪 护诸童子 陀罗尼经 可快速 忏悔 超度 堕胎因灵 还有 助于县世孩子 消灾解难 功德殊胜 无量福报 此经是末法时代 佛菩萨救护诸童子 胎儿 为那些照重杀业的无知父母 提供了一盏 从地狱走向光明 解脱到的指路明灯 假如不会送金 也可以应书赠送别人 如此也能消除堕胎的业障 五 发大愿 做大功德 回向给菩萨以利益众生 请菩萨帮忙带走孩子 并做安排 发大愿 就是跪在佛前 发个愿 而这个愿要发得大 因为大家知道 业力不敌 愿力 所以一定要发愿 才更能成事 比如你一个月收入多少 你可以说 在固定的期限内 比如半年 一年内 要拿出几倍的收入 来做善事 可以捐助真正贫困的寺庙 供养那里的僧人 或者捐助残疾孤儿 等等 以表真心 最后你要去落实这个愿 做完后 回向的时候 请务必说 将此功德 通通回向给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王菩萨 也就是诸大菩萨都可 代为利益一切众生 并请菩萨大发慈悲 超拔 安排你的孩子 到好地方去 免受流离之苦 诸佛菩萨 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 只要你发自一颗真心